路径記得是把它放在D跌底下 不要放C跌 因為放C跌的話 當然第一個你可能會有還原 現在是就沒有了 第二個的話 就是因為我預設的路径 這個預設 記得是如果你要開Spyder 記得是放在 你可能要記一下Scribes 裡面的Spyder 這裡面就已經有一個 然後最下面就是Spyder OK 這個編輯器的話 好處就是說 它不用再做任何設定 打開就可以用 雖然說它比較簡單 可是我覺得基本上也夠用了 裡面的話 而且它基本上已經可以讓你設定成中文版 然後環境也可以設定 該有的功能也都有 所以我覺得倒也沒什麼好挑剔的 而且它有一些新的更新 每次都要啟動 看看要不要更新 打開來其實就OK了 8.3 803 打開就OK了 大概是這樣子 只是說我看一下 因為是不是我們這邊電腦本身也有裝Python 所以打開好像沒有出現錯誤 理論上應該會出現錯誤的才對 看起來好像這邊 它還是一樣可以打開 那如果特別注意 以後如果你們假設放在別的磁碟的話 有可能打不開的情況發生的話 那其實你們可以再做一個設定 什麼樣的設定 這個我想就再來看好了 這當然理論上盡量還是放低疊底下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Python環境先OK之後 之後我們如果用到Python程式的話 我再來講一些細節部分 怎麼去使用有關Python相關的一些功能 來做之前類似的事情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有關 下載外匯資料部分 那本來我是從我們的政府開放平台裡面 所以第一個連結這邊點進來 那你會發現它這邊有每日外幣的參考匯率 那本來我是下載這個CSV 下載之後的話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 打開之後發現其實是可以用的 而且沒有run 那表示它這個是ANSI 你不用另存 那它有個缺點就是說 它這個匯率呢 其他的匯別都有 但是它的日期有沒有 只有從2020的10月5號Ctrl向下 一直到10月的20 就昨天也有開示的 OK 所以它提供的大概就是 10月5號 一直到這個10月的20 所以提供的大概就是30 總共34天的資料 但問題 如果你將來要拿這個來做分析的話 感覺好像還是不太夠 所以如果今天的話 我們想要做一些事情 什麼就是說我希望能夠得到的是更多資料 有沒有 這種時間好像太多 假設我至少要一整年的吧 比如說我兩年甚至更多年 10年20年如果可以更多 那表示歷史資料越豐富 我就可以判斷說 大概10年之前 那個美元最高點在哪裡 最低點在哪裡 如果說它已經跌到最低點 歷史最低點 應該啦 理論上 應該不太至於會再比更低還要再低了 那就已經突破歷史的極限了 高的話應該也不會高 所以我有時候會稍微參考一下 但問題你要得到這個資料在哪邊可以看得到 後來我就剛好在那個 政府這個有沒有開放平台底下 就有人在討論 有沒有 他就說如果你要找 這邊還甚至說拜託提供決審格式 底下就有人討論 那不見得好像會 因為這個是政府機關的那個平台 所以有的時候 他不見得一定會按照底下的建議 那底下的話好像就有人說 你其實另外一個地方可以找到更多匯率的 所以後來我就按圖所記 找到另外一個網站就這一個 證交所的外幣的匯率率 把它點擊就這一個 那你可以看到 他提供的相對的就會比較多 他好像預設也是從10月5號到這個11月的 就昨天的這個 到昨天為止 那所以呢你會發現這個資料應該也是從這邊 轉過去的還是怎麼樣 那他有幾種的操作方式 第一個就是說你可以透過什麼 輸入這個條件 按送出之後 他會按照你的條件去把你的日期 歷史資料給取得 除了可以取得這個之外 還有檔案下載 OK 那比如說我們可以操作看看 第一個當然我如果一整年的話 那我可以從那個 這個好像沒辦法用年 變成你只能上一月這樣子 OK 從11月的22號好了 去年送出 你會發現他底下就從2019年 對 11月22號 資料就出現了 另外你當然也可以檔案下載 他下載的話呢 也會是一個會是一個CSV檔 打開看一下應該是沒有亂 所以看起來好像格式也跟那個 開放資料上面是一模一樣 所以可能也就是這邊提供過去的 OK 那再來的話呢 可是問題是怎麼樣 你會發現我按下送出 那這個地方呢 跟之前的那個 這個大六透歷史資料 有一個地方很不一樣 剛剛的那個大六透下載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是按照 我們上面光輸入之後的話 上方就會跟你講說哪一個參數 有沒有 可能理論上應該 要在上面多一個問號 這個是程式有沒有 這個是網址 程式這個叫什麼 dailyfxram 而且後面呢 甚至他沒有告訴你說 他是用什麼.asp 或者.jsp等等的 點.php 有些是可以隱藏起來 他不讓你知道他用什麼技術 另外的話呢 他不讓你知道說 他傳了什麼參數 所以喔 特別至於 假如說我將來要寫一個程式的話 我希望能夠動態的去抓 OK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呢 抓兩年三年 甚至更多的資料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你如果假設 假設如果你不知道說 他背後其實可以知道他的參數放哪裡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 根據參數去抓取資料 OK 所以第一個 假設你以後遇到類似像這樣的網頁 該怎麼處理 第一個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這個地方喔 你要必須學會喔 再來的話 學會那個瀏覽器的進階功能 因為呢這個進階功能你會的話啦 很多東西你要爬資料才有辦法爬得到 否則的話你只能爬一些簡單的網頁 不過當然也就夠了啦 只是說如果你要成為一個更進階的網路爬從高手的話 恐怕你就要慢慢習慣按滑鼠右鍵檢查這個動作 甚至的按滑鼠右鍵裡面有檢視原始碼 檢視原始碼你會發現它就是這個網頁裡面的 所有的這一些相關的 包含什麼呢 它的 什麼呢 它的網頁的HTML 有沒有你會發現它一定是HTML開頭 然後裡面的話還有什麼CSS 另外的話呢可能裡面還有JS JS都是JavaScript OK 所以呢有些網頁就會藉由這些技術 把一些資料藏起來讓你找不到 OK 當然喔 所謂的倒高一尺 摩高一丈 所以如果你假如你希望能夠成為一個爬從高手 反正你只要看得到資料理論上就可以爬得到 但問題就是說有點像高手過招 有沒有 反正你躲起來我就一定還是要把你那個資料給找到 並且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喔 像網路爬從也可以變成一種 什麼 挑戰吧 有沒有好你要 所以之前有那個學生學完之後每天都在找網站爬 爬爬看 他就試試看哪些網站 你有沒有辦法把它爬下來 他有點像挑戰 挑戰慢慢挑戰這個過了可以了 他就再爬下一個爬下一個 比如他就把什麼把所有的地方網站資料全部爬下來 然後比較相同的飯店的價格在哪一些有沒有不一樣的變化 甚至把它丟到資料庫裡面去做分析 有沒有 這可不可以啊 還有呢不同的銀行有不同的匯率 有不同的貸款匯率的啊 或者是像那個外匯的利率等等 他也是一樣可以把它全部抓下來 然後放資料庫裡面做分析 可不可以可以啊 而且還可以自動分析的 時間到去抓一下 時間到自動產生爆表 自動甚至Email給你 甚至自動LINE給你也可以 用LINE機器的也可以 隨時告訴你 那這樣不是非常方便嗎 有沒有 等於就是說你不需要請很多人去做這些事情 但問題喔 你必須要了解這個原始碼背後的原理 所以假設你對那個什麼HTML這個語言不熟的話 我是建議可能要找個時間二補一下吧 那如果你想知道這個語言 還有呢另外對於CSS跟JavaScript不熟悉 的話我是推薦你可以到那個什麼 像什麼W3School吧 像這些W3School 這個中文好了 因為W3School是一個英文網站 但好像有山寨版的那個中文的 叫做W3School在線 我看你就知道簡體了 OK喔 它的好處就是裡面會教你什麼 如果你不要是英文的話 W3School W3School假設你是中文 不要中文 它原來的這個W3School是這個 這個網站非常的有名 它把所有取凡網頁需要用到的技術 像HTML CSS 跟什麼呢 Bootstreet 這個很重要 還有這個其實蠻多 前端的工程師一定要會的 還有另外JavaScript 還有什麼JQuery 如果手機APP用JQuery 之前我有開一個課 現在還在用 可以把它包成手機的APP OK 其他還有像什麼 Seql語法 PHP 現在是沒有ASP 有ASP 有沒有 之前我們那個 大樂透歷史資料有沒有 它就是用ASP的技術做的 所以舉凡啦 你只要想要知道的東西 甚至它連樹莓派都有 Raspberry派有沒有 然後還有什麼 Python這邊也有了 一堆 但是它有個缺點喔 就是它全英文的 而且裡面好像沒有辦法變中文 有啦 按右鍵不是可以翻譯成中文 也可以啦 變中文的 只是說它這個是用Google的翻譯翻的 我是覺得翻的還OK啦 至少還可以看得懂 但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好的話 那你可以就是到我剛剛講的 W3S Google後面加個中文 但那個中文感覺有點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關係啦 感覺有點像是山寨版的 W3S Google 反正就參考一下 裡面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這邊長的有點類似 一樣有PHP 一樣有ASP 有沒有 所以 那裡面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它包含就是說 HTML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並且簡介一下 怎麼去做編輯器 基本上有哪些語法等等的 我是建議喔 如果你想要徹底的 完全了解 你可以再花一點時間 那因為我們大概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提供一個方向給各位 你可以找一下W3S Google 那去了解原始碼 好 那我們回到這個重點好了 那假如說它沒有辦法顯示上面的東西的話 也就是它沒有像之前那個問號 的後面這些東西的話 那這個技術叫POST 好像我上禮拜講過 POST有點像什麼 把參數包在它的這個程式裡面 或者包在那個它的封包裡面 讓你找不到 可是呢如果包在封包裡面 它既然有放裡面 當然我們就有 我們就可以把它抓出來 OK 不過當然有一些安全考量啦 所以喔特別注意喔 有一些網站喔 如果會有安全性的考量 一定要POST 像什麼 你登錄你的帳號密碼的時候啦 你看上面一定不可能會出現的 如果你帳號密碼上面也出現的話 那個網站你可能就不要用了 為什麼因為 變成你的帳號密碼就被人家知道了 OK喔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說 到底它的參數藏哪裡 這個地方的話你可能還要學會 就一招就按你滑鼠右鍵 剛剛講過喔 除了檢視原始碼之外 你可以按一下檢查 OK 按一下檢查之後喔 你會發現喔 這個檢查的話意思就是說啦 它會幫你把這個網頁背後的 所有一切東西幫你呈現出來 有點給那個開發人員用的比較多啦 因為一般人不太會切換到這裡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其中有一個選項 這個Elements就是元素啦 指的是 這一個網頁裡面到底包含哪些元素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像這個區塊好了 這個區塊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按右鍵檢查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區塊它就放在哪個標籤 TH有沒有 而且它上面會顯示 你游標的話放在上面它會顯示說 你現在在哪個位置喔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優標放這邊喔 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區塊它叫什麼呢 怎麼標籤TH 然後寬度多少 400 高度30 有沒有 如果你在往上移動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有沒有發 table有沒有看到 如果我將來呢 如果要下載的是哪一個table的話 也是一樣跟剛剛那個網頁技術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在elements裡面找到你要的元素啦 不過裡面基本上都是HTML 所以可能你還是假設對於這個HTML的相關的標籤不太熟悉的同學 可能可以先參考一下W3Score 或者可以再去找相關書籍來看一下 這樣的話 我覺得相對於你將來要去爬資料 比較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因為你一看就知道要抓什麼東西了 最怕就是你上面一切過去喔 整個眼睛都花了 哇 當然呢 真的熟悉這些東西呢 一看就知道重點在哪裡 但是喔 如果對這些東西從來沒寫過網頁的同學啊 光看到這個頭就暈了 所以這個沒辦法 每個人的那個經驗知識不同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去針對自己熟悉的部分 再去不熟悉的部分再補強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再往上一層喔 這邊可以看到一個叫Fone的一個標籤 那也就是說啦 跟各位講喔 其實呢 他現在這些條件喔 都是放在有個叫Fone的一個元素裡面 這個Fone就表單 意思是說喔 他這個表單裡面啊 這個表單有點像是Excel裡面那個 VPA裡面有表單啊 其實反正很多地方都有類似表單這個概念 那你會發現呢 他這個表單裡面啊 其實也有一些參數 表單他的ID叫這個 名稱叫這個 那Action的話特別是喔 這個Action喔 使得就是說 當他這個表單 這個啊 輸入條件之後的話 那要把這個 Action的話是要丟到哪一支程式去執行 所以你會發現喔 那預設Action好像就是 叫什麼 DailyFXRance 後面有加一個Download 那這個Download應該指的是這個按鈕啦 那如果是送出查詢的話 後面好像就沒有Download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名稱 跟這個名稱 有沒有 差別只有一個Down OK齁 那其他的話還有一個 後面有一個屬性叫這個Manser Manser的話就是它的方法 方法的話你會發現關鍵字 叫做Post Post的話呢 就是說它丟的時候 會把參數藏在它的封包裡面 而不會放在它的上面的UIL裡面喔 OK所以Post 那只是說呢 如果我想要知道說 它這個參數到底藏在哪裡的話 你們可以再應用呢 我們瀏覽器裡面的一個功能 叫什麼 Console Network OK特別是 Elements 切到Network Network就是網路嘛 那網路部分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以後 如果你想要把 這一個網頁的所有的東西 整個過程喔 從下載到取得東西的所有歷程喔 都幫你再重新跑過一遍 並且記錄下來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這個工具喔 它有點像是那個 叫做什麼追蹤器吧 把這個網頁整個過程都追蹤 然後把它列出來 那裡面如果有封包的話 我們基本上也可以看出來喔 OK所以基本上喔 這個就是它的細節部分 所以只要網頁它能夠low下來 東西都可以看得到 那只是要怎麼觀察喔 OK喔 這可能要慢慢習慣喔 OK第一個 先切到Network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下一個條件 按送出 你按送出 它會重新觸發一次 Network的動作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裡面就會開始跑一些東西喔 也就是說它裡面所有做的一切喔 這個網站 到底它丟了什麼東西 到你的瀏覽器 的所有記錄喔 通通一覽無遺喔 而且還會按照順序 OK喔 所以喔 我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那也就是說 只要它會發網頁的東西喔 你都知道它怎麼做的 所以要下個條件 我們下條件不要下太多啦 我們要跑太久 或者那個網站把我們封鎖掉 因為可能我們抓太多 我們抓9月1號 9月1號到11月21 這個Range的資料 那如果我把它按下 你會發現我只要做一個動作修改 它上面也會 跑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我按下送出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有沒有 我們的Network就有一些動作 底下 如果這邊有更動的話 這邊也就更動了 那你們可以怎麼看喔 把這個拉桿有沒有 拉到最上面 其實主要要觀察的就是 它被第一個執行的應該是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一支程式嘛 叫DailyFX Range 就這個東西嘛 實際上喔 我們相關的參數 都會放在這個參數裡面 底下它會伴隨什麼JS JS就是JavaScript一堆啦 所以以後如果你想知道說 它背後又做了什麼動作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它的完整程式都在這上面 不過只是這程式也許太複雜 對各位來說 我們掌握重點 第一個 關鍵地方請你點擊最上面這個 DailyFXRange 第一個喔 第二的話呢 我想知道說它的 參數放哪裡的話 第二個動作請你點選什麼 點選它的叫Headers 不是Preview 遇上Headers 就是它送一些資料過去的時候 有沒有順便帶什麼資料在裡面 全部呢 通通幫你記錄到這個Headers 其中的話 關鍵的地方在哪 你會看到底下它有記錄一些什麼 你的Remote Address 你的我們IP位置都有 有沒有還有什麼呢 Status Mense這邊也有 然後網站這邊也有 OK喔 然後底下的話呢 還有記錄一些相關訊息 不過這些都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實際上 剛好是在Headers的最下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Phone的Data 裡面的話呢 會有 它預設是這邊有兩個吧 2的話 表示有兩個參數放這裡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呢 它就跟我講說 它這個表單裡面呢 透過Poster呢 會幫我把這個兩個參數順便帶過去 夾帶在這裡 那其實就是這兩個參數 叫什麼 Query的start 有沒有 Query的查詢 Query的start date 有沒有發現 這個叫什麼 2020的9月1號 9月1號 是不是就我們剛剛下的條件 就在這裡 有沒有這個 就放這裡 下面一個是什麼 Query的end date 就在這裡 OK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已經知道這兩個參數的話 那我只要把這兩個參數 帶到我的程式裡面 執行就OK了 所以如果我已經知道的話 接下來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再切到我們剛剛這個地方 其實你可以拿那個 之前的大熱頭下載的程式來修改 OK 我們之前是這個程式嘛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程式複製 那改的話只有改幾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就不用後面的參數 你就把剛剛的這個網址 複製 貼第一個地方 放哪裡 拿web formatting要不要 要 然後呢 web table web table 第幾個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你可以像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到 elements裡面 用個ctrl f ctrl f 前面我講過吧 你可以找 到底你要抓的資料 是在這個網頁的第幾個table 所以我剛剛有講過 第幾個table的話 你可以直接乾脆在這邊打 fine ctrl f 然後小於符號 打一個table 這個有點像是我找一下 裡面你會發現 你打完這個小於符號加table的話 他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網頁裡面 總共有八個table 那我們要的資料在第幾個 你可以按下向下鍵去搜尋一下 這個 這個不是 這是第二個 再來 第三個有沒有發現 第三個他就幫我選哪個範圍 第四個 第四個就跑下面 那應該是第三個 所以你只要把什麼 把剛剛的參數 這邊web table改成3 那就refresh就ok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參數 就是把pose加上去 所以我們做好的相關的 假設修改完就長這樣 這個地方 外幣參考匯率查詢 如果說我要把它下載的話 那我就開一個空白的工作表 然後把這個相關的參數按右鍵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然後把那一段程式 也許我就直接貼上好了 那你會發現 基本上漲的就跟之前的那個 程式幾乎一模一樣 只有幾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 這個web tables 這個改成3 這個一樣 沒有格式 refresh的話直接就 後面後面的那個不加也沒關係 另外的話有一個重點 就是要加一個參數 叫做點post test post test 就是後面的那個參數 那我們再來post test 後面的話呢 本來這個地方是空的 我們要自己加 那怎麼加 特別注意 你可以到這個地方 找到哪裡 找到network 剛剛講的 network的headers 捲到最下面 把這個前面的參數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這個複製一下 這個複製一下 這個也複製一下 你就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post test裡面 那貼的格式特別注意喔 前面的話呢 一定要是那個的參數 假設我今天這個地方 我貼上 ok 那貼的話呢 記得就是說 第一個參數 它一定是要長這個樣子 然後把它怎麼樣 確定一下 中間的話加等號 所以把它貼上 然後呢 中間加等號 然後呢 如果第二個參數的話 這邊的話 query start date 等於 等於這個 這一天好了 然後後面的話加end end後面的話呢 就是再把 後面的這個參數帶過來 所以大概一樣把它複製一下 Ctrl C 然後貼到這個end的後面 然後並且把這個加上等號 等於 怎麼還是start date 沒複製到 這應該叫end date 把它選 Ctrl C 或者當然你可以自己打 只是說我是建議如果可以貼的話 就用貼的比較不會打錯 因為怕有的同學只 光拼錯一個字就麻煩了 OK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 完成之後試一下 也就是我query的 沒有問題吧 OK query的start date 然後等於這個日期到這一天 我先進行看看好了 擷取資料 擷取資料 有沒有發現 9月1號 到Ctrl 向下 到11月20號 有了 OK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呢 那當然 如果你要重新再 再變更條件的話 甚至這一天跟這一天 甚至你可以自己再設計一個表單 然後讓人家可以輸入 就可以馬上在seal也可以查詢 不一定要到什麼 到他的網頁上查詢 也可以查到資料 OK 請各位試一下 我把重點 再回顧一下 1 請你按滑鼠右鍵 檢查 2 先在elements Find一下 Ctrl F Find哪一個wavetable 所以小於符號加table 那找一下 應該是第三個 下一個 下一個 第三個沒錯 然後呢 在Network裡面呢 記得切過來之後 你按下條件 這個按送出 它就會跑了 那你直接把它 拉到最上面 找到這個 叫Daily Apps Ram 然後找到Headers 向下拉 就可以找到你要的參數了 所以有些東西 在這裡面都一覽無遺 那以後如果你想要知道 到底這個網頁 它的跑的流程是怎麼樣 你用Network追蹤一下 然後它每一個 比如說 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它又做了這件事 又做這件事 它每一個 每個動作到底做什麼 你都可以分析 因為它背後都是JavaScript 可能你還是需要 再去了解一下 這個JavaScript 背後到底做哪些事 這個應該是 JQuery 裡面是把它變漂亮一點點而已 OK 好啦 試一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